接受原因出在自己身上 才能觉察自己在成长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也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尽了自己的权力之后 就可以把其他的成全都托付给上天 我是骆泉 欢迎你来到幸福书房 邀请透过YouTube收看幸福书房 但还没有订阅的书友 按下订阅的按钮开启铃铛通知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欢迎MomoTV 以及买video的观众 加入五落泉幸福书房 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听说属于你的星座生肖 在这段时间的运势特别好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内心是非常的喜悦 或者是觉得参考就好了 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某一个年度你的生肖正好犯太岁 不论是正充或偏充 你会不会很担心呢 你有没有去庙里安个太岁点个光明灯 以求心安呢 以上这些问题说起来都不可学 但是在民间却还算蛮普遍存在的 反应的就是我们对于运气这件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态度 但不论你的立场是什么 相信好运才会带来好运 这句话永远是不会错的 如果你不相信运气这回事 即使好运来到你身边 你也不会有所感受啊 反而是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不顺 那话说回来 到底运气是什么呢 运气是可以锻炼的 这本书开宗明义就讲到 好运有几种表现的形式 首先像是脑中突然闪过的一个直觉 或是你有一个预感不久之后就发现 这个预感居然很准 你想到了那件事情果然成真了 此外就是我们在灵性学习上常常听到的共识性 简单来说 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用因果来解释 而是非常有意义的巧合 例如你正惦念着某个人 他就打电话给你 这也是一种无法用逻辑解释的运气 还有一个可以表现运气的理论就是聚合现象 也就是在人生中有些际遇 看起来并不是很有关联 但是当事人事后将这些独立事件串联起来 却感觉到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早上出门上班前 不经意在电视节目 正在报道高龄化的社会问题 在上班交通路上看到 宣导环保议题的人员热情地发送传单 搭车时又看到 杂志上斗大的标题字 百岁时代 经过这一串情境进入公司 居然被人事部门叫进去鼓励 办理提早退休 这件事情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于是他找了大学时代的朋友来商量 没想到见面之后 这位朋友就邀请他一起经营 高龄看护的社会福利事业 他晚上回家 仔细回想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才发现早上出门前 在电视里听到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在车站前看到 非灵性组织人员在发传单 还有百岁时代的杂志标题 公司邀请 办理退休 再去拜访朋友 这些看起来都是毫不相干的事件 却又带着某种特别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聚合现象 如果你相信有运气这回事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到底要如何能够招来好运呢 稍后我会在要书中 有关于招来好运的三个秘诀 但是在分享如何招来好运之前 我要先告诉你 必须要避免做的事 以免好运还没有上门 坏运就先找上你 在学习招来好运之前 你必须要戒除的习惯是 抱怨 因为爱抱怨的人永远留不住好运 因为爱抱怨的人 内心抱持着不安不满 恐惧愤怒等等负面的情绪 很容易转化为负面的想法 再变成负面的言论 并且脱口而出 就会在身边形成了负面的磁场 让自己越来越倒霉 相反的 如果你的表面意识里充满正面的想法 这些想法就会转化为正面的言论 让更多正面想法的人靠近你 尤其你心中抱持着希望满足和感恩 就能够产生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上也会越来越顺利 你看这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不会有负面的想法 那就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当我们问孩子 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其实他的回答是 长大之后要成为太空人 他的心里不会有 我真的能当上太空人吗 该不会无法实践吧 或是如果当不成太空人 我该怎么办 这种负面的想法 因为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邪念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负面的想法 相对的长大之后的我们 不但脱离了天真无邪的年纪 而且还学会了二元对立的分辨方式 将人生分成真与味 善与恶 美与丑 成功与失败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 就表示心中也存在相对的负面念头 也就是当你有了成功的念头 心里同样会产生负面的意念 也就是失败 就像我在自己所出版的作品 越成熟越天真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如果我们长大之后 还能够保存像孩童一样 天真无邪的心 不会用二元对立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世界 不会有太多的评论与批判 内心就可以得到更彻底的进化 那究竟有哪些简易使用的方法 可以进化灵性呢 我问你在要书中的三个方法 可以帮助你快速获得好运 其中第三个方法 我觉得特别关键 同时也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祈祷技巧 可以帮助你美梦成真 很值得参考哦 我们先从第一个重点开始讲起 大自然具有进化无意识的伟大力量 在一些小说和电影的情节里 有时候会出现主角遇到挫折 就在他身心俱疲的时候 回到童年的故乡 在老家后面附近海边走走 眺望广阔的大海 就会感觉到眼前的困境 实在唯不足道 沉淀心灵之后就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当我们置身于天空与云朵 大海与湖泊 树木与花草 日出与夕阳 星星与月亮等雄伟的大自然 优美的景色中 会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因为大自然的心灵进化能力 不只是让表面意识的情绪变得清爽 也会让心灵受到启迪 而且会具备去除负面想法 达到进化无意识的功能 所以我们也要尽量地找机会 安静地与大自然面对面独处 深层地将自己投入在大自然里面 而不是走马看花 在之前我所为你录制的许多影片里 都提到静心 无论是透过瑜伽打坐 或其他各种冥想活动 都可能达到静心 其实最有效果的形式 就是发生在大自然里面的静心 这并不是刻意的行为 而是自然的发生 换句话说 静心并不是刻意用任何的姿势 强迫自己 在某一个时间点 开始进入静心的状态 而是当你在欣赏壮阔的日出 眺望美丽的星空之前 意识就开始赞叹 日出太美了 怎么有这么美的星空 在这两句话之前 是的 就在那一瞬间之前 我们的心会进入静心的状态 同时开启通往无意识之门 在那样的状态下 时间的概念完全消失 也就是说 在时间概念消失的那一刻 就是所谓的永恒 如果能够将你对人生的种种正向意念 注入那一刻的永恒中 你也就是最真实的存在 好运也会伴随你而来 接下来分享下一个重点 二 重新诠释 第二个锻炼运气的方法 就是翻转过去 生命历程中的负面经验 进而消除 无意识世界里的负面想法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已经发生的人生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对那一些人生经历的诠释 虽然成功的经验 确实会成为努力的动力 但问题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 都有各式各样的经验 但大部分的人都只看到自己失败的经验 所以想法就变得比较负面 如果想要锻炼自己的好运 可以先从记得自己人生的成功经验开始 不论是多小的经验 譬如说小时候被父母称赞 高中游园会的时候卖过一个小点心 卖得很成功 曾经得了重感冒 但还是很努力完成手边的工作 只要你去回想人生中 各种自己满意自己的情境 即使是很小的成功经验 这些美好的感受 都能够在心中拨下正向能量的种子 你如果能够透过画面 音乐 气味等记忆 去唤醒这些 能够让自己感到满意开心的记忆 就会更加珍爱自己的人生 而这些感恩的心 就会吸引更多的好运来到你的身边 就算你遭遇过很多人生的逆境 你只要在这一些逆境的背后 看到这件事情美好光明的一面 譬如说我真的是太厉害了 经过这么痛苦的事情 到现在还能够好好活下来 而这就是一种重新诠释人生故事 把不幸的事情翻转成正面的思考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 接下来看看我问你摘要的最后一个重点 三自我负责 就像刚刚所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每一件事情 但一定都有选择重新诠释这件事情的权利 这种尊重自己选择的意义 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甚至你慢慢可以接受人生中所有的问题都因自己而起 这个建议并不是要你责备自己 而是为了帮助自己找出原因 以便获得进一步的成长 换句话说就是 接受原因出在自己身上才能觉察自己 在成长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也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尽了自己的权利之后 就可以把其他的成全都托付给上天 这也就是书上最后篇章提到的 相信自己正接受某个神圣力量的引导 连逆境都是剧本之一 你要祈求的并非你要的结果 而是请求引导 其免自己一路成长 一路走在美好的道路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由方子出版 运气是可以锻炼的这本书 我所为你摘要的重点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和我分享 你是不是对于锻炼运气更有概念了 请你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祝你好运 最后我还要再次邀请你按下喜欢的符号 以及订阅的按钮 开启铃铛通知 并且分享出去哦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